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 来咱们继续来学习第三小节 首先来看工商企业 它的基本职能 这个职能啊 其实是围绕着它的原始目的而出发的 大家呢 了解一下 因为它的文字描述是比较多 那我们说如果它出了比较偏一点的题目 问你一下属于工商企业的基本职能有哪一些 那你就要看看它的描述 哪一些是属于比较正常性的 所谓的工商企业的基本职能 那也就是讨论 那你工商企业到底能为社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吗 那这个社会就不仅仅是说为客户满足客户 对吧 那么同时还应该满足跟工商企业相关联的方方面面 首先来看 把国家和客户需求转换为企业要求 并予于满足 说白了 这句话用大白话解释 这就是你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是社会所需要的 是卖得出去的 你说你生产的产品是已经早就已经过气了的 那我们现在都在用智能手机了 然后你说你要成立一家企业去研究BPG 你说你觉得这个企业能够做得起来吗 肯定就做不起来 所以你的企业要求 我要获得盈利要被社会被整个这个经济社会所要接受的话 你肯定是要满足国家和客户的需求吗 市场上要什么 我们才去生产什么 然后还要确保产品的质量 增强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那你得扛得住跟别人的竞争啊 才能够让你自己能获得盈利吧 所以质量保证为先 然后要努力进行技术改造新产品的开发 如果你没守成规 只局限于眼前的这一点利益的话 那你这家企业也做不了多久 没有更长久的 更加有后积勃发的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 如果你想持续改进 持续进步 那你就要推动你企业的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 所以这是你的基本职能之一 那同时要优化配置 合理使用资源 资源是企业拿钱买来的呀 拿钱买来的 相当于你的成本费用 那你合理配置资源了 优化使用资源了 一个对社会它的污染能够有所降低 另一个 你自己的成本费用是不是也就降下来了 企业相关方都会受益 那同时确保财政收入逐步增加员工收入 你企业自己挣钱了 你才有足够的利润进行缴税 让国家也挣钱 你才有足够的分红鼓励奖励给你的员工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跟我们企业共同成长 共进退 所以这是 是不是这些都是围绕着我们的原始的这种目的 我们来成立一家企业的原始目的 不就是为了获得盈利吗 都是为这个为先的 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提升员工队伍素质 那我们前面在体现了素质里面就说了 人员素质是很重要的呀 所以我们不能光想着要发展生产 一门心思的发展生产 人不是机器 不是木头 人有丰富的这种爱好 有喜怒哀乐 所以我们在搞组织 组织 你说在企业里面抓生产 要组织经营 那其实也是一个文化建设的过程 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要让大家劲儿往一处使 愿意为企业进行奉献 提高素质 这个素质可以是心理素质 同样也是业务素质 还要注重职业健康安全 还有环境保护工作 这是基本的社会责任了 你发展生产 但是呢污染了周边环境 那现在咱们国内抓这个环境污染 是抓得很紧的啊 那你污染环境了 国家政府监管机构 会对你进行惩罚 那你生产出来的产品 如果被客户知道啊 你是一种重污染型企业 大家在这么多的选择过程中 也会自动的排斥你的产品 所以应该注重职业健康 环境保护 同时一家有责任的企业 应该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因为企业是社会整体大机器 其中的一份子 你是逃不脱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 那如果你一天到晚就自私自利 就为了企业的个人利益出发 完全不顾社会利益 那么好 那你这种企业一定坚持不了太久 比如你来极度压榨 这个企业的员工 你使用使用同工 对吧 再比如流传出去了 对于我们 比如说是这种高污染型的企业 高污染型 或者说稍微这个企业里面 我们说员工有点什么病痛 怀孕 受伤 那么你企业没有任何的人文关怀的话 像这种的话 我们说都是不能足以承担它的社会责任 那我们当比如说发生了比较重大的一些自然险情 那就会怎么样 大家也会看了 那我们很多企业就会献出爱心之手 给出 就是比如说去捐献 这个灾区捐献相应的资金啊 物资啊 来帮助灾后重建 那如果我们说一家大型企业 大型企业的话 一天到晚就想着 说怎么对于让消费者买产品 但是真正在他 我们说在这种自然灾害 在大家一起承担这个极大压力之下 那其他的企业 我们说大家肯定都会更加会容易记住 那些勇于承担 给予这种相应帮助的 灾后重建帮助的 这样的一些企业 会让人们记忆犹新 那么就会使得更多的人 愿意去接受啊 这些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 所以你看啊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对于工商企业 你想有序长期的一个发展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职能 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工商企业 它的经营目标 经营目标 哎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进行掌握的 熟练掌握 首先企业呢具有四个特征 哪四个特征 经济性 社会性 独立性和盈利性 经济性 那么企业 它要获得 让企业能够 哎我们说持续的增长 持续的成长 那它一定是参与了经济活动 对吧 它会有经济上的一个交换 经济性 而且它是社会性 它不是说自己生产 自己消耗 自己就购买了 它一定是作为社会的一份子 跟人家进行了产品 劳务的这种交换 所以是社会性啊 那同时具有独立性 自负盈亏 自主经营 自担风险 那同时 我们这是最主要的盈利性啊 成 我们说了你成立一家企业 最初始的原始的想法 那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盈利性四个特征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那么对应的所谓的经济性 你就可以理解为是要获取利润 对吧 通过经济交换 要让我们获得利润 企业才得以壮大 你的员工才会有收入 你的股东才会有资本回报 那么同时 你获得利润 怎么来获得的 凭什么获得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的产品和劳务 是可以满足社会需要吗 对吧 你的产品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是人们都愿意去购买的 所以这叫满足社会需要 所以这一点 两项是我们的经营目标 一个是为了获得盈利 另一块是满足社会需要 满足社会需要 一个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 另一个 社会像一个机器 机器要得以加以运转 它肯定要加油 对吧 要有零部件的维修 这都是需要钱 那么就需要每一个 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提供去 让我们的国家机器得以运行 所以你要纳税 然后呢 为我们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 同时你作为一家 我们说有责任的企业 你应该保护环境 保护周边环境 避免各种污染 那么满足社会需要 获取利润之间 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说他们是不矛盾的 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你满足社会需要了 满足社会需要了 就一定会给你起来带得利润 带来利润 所以你看利润是企业满足 社会需要程度的一个标志 是一个标志 你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也就是你的产品越受欢迎 给你带来企业的利润回报 不就越多吗 那同时是企业满足继续满足 更好满足社会需要的一个重要前提 那你说我满足社会需要满足了半天 我一分钱不赚 我还赔钱 那我还会有动力继续满足社会需要吗 那肯定不会了 谁生产产品卖产品是赔钱再卖呀 对吧 那是慈善家 那不是企业 那承担社会责任 满足社会需要 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吗 你想活下来 一定是要承担社会责任 满足社会需要的 所以他们是相互关联 来看一下模拟题 多选题 企业的双重性目标 问下列说法正确的有哪一项啊 企业的双重目标 在整个企业的发展中的分量是相同的 那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 我们说的双重目标 没有说孰轻孰众 没有提到这样的一种说法 而他们俩是分量相同的 那还是不相同的 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区分 进行讲解 所以这样的选项 从我们说谨慎的 角度出发 不建议选 像这样的模拟点可的 不要选 满足社会需要 获取利润两者之间 是互为条件 互为补充的 他俩是互补的 没错 利润是企业满足社会需要 程度的一个标志 对吧 我满足的好 大家对我的产品都需要 那我得到的利润就多呀 这个就是对的 利润是企业满足 或者继续满足 更好的满足社会需要的 一个重要前提 没错 都不给我带来钱 都不给我挣钱 别跟我提什么满足社会需要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承担社会责任 满足社会需要是企业生存 发展的重要条件 对的 所以两项相辅相成 互为条件 说法正确的 除了A 其他都应该选上 那我们再来看 一直刚才讨论了 从多个角度讨论 社会责任是什么 那么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 咱们再进一步进行介绍 先要知道社会责任 它的含义 是说企业 你在遵循 维护改善 社会秩序 保护增加社会福利方面 你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说白了就是 企业 我们一直说企业是整个社会大生产 其中的一个小小一分子 机械大生产中 其中的一个零件 所以你是在包含其中的 那每个零件 是不是都承担着自己扮演的角色呀 承担你的责任 那你也获得相应的回报 如果你只想要回报 你不愿意承担你的责任 付出你该付出的 你认为能有回报吗 就没有 所以这是平等对立的 那我们企业和社会 所以是相互依存的嘛 相互依存 为社会整体利益是做出贡献 这就是社企业的社会责任 为整体利益做出贡献 如果是为极少数人的利益 来做出贡献 那我们说 比如讲一些非法渠道 那不是为了社会的公众利益 整体利益呀 为极少数人 极少数人就为了追逐利润 丧尽天良 去挣这种魅心钱 你说这种企业能够得到长期发展吗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那只有你既考虑到大家的这种安危了 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了 你是帮大家 比如说帮助社会来节约资源的 那你或者说我们开发这种产品 它的思路就是为购买者来节约 相应的耗材的 那么一定会受到大家的追捧 大家的欢迎 对吧 那么有些产品是高耗材的 然后高污染的 那么肯定从社会选择角度来讲 它的未来走的道路就会越走越短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社会责任 是为社会整体利益做出贡献 那我们社会责任具体内容 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协调外部关线的基础 这句话请大家记住 多次被考过单选题 就为你企业协调外部关系的基础 是什么 就是要承担社会责任 因为你逃不开任何一个社会责任 你把你的产品销售出去 这是企业跟客户之间的 对不对 是企业外部的吧 是属于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那么企业跟被监管的监管机构之间 遵照监管的要求来相应的进行开展经营管理 所以这也是一种跟社会的接轨 所以这也是外部关系 那么以及跟你的潜在的客户之间的一些互动 跟你的一些产权方债权方 跟他们这些关联方 他一个互动 都是属于我们说承担社会责任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肯定是有利的 那我们整个这个部分就是要推崇 我们要表明的态度就是企业应该承担 你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那到底你承担了对企业有什么好处吗 我们来看看啊 首先有助于增强客户忠诚度 有助于增强客户忠诚度 那我们现在人员对于环保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了 你说我们两个这个产品 两个产品 一个产品为了生产它 是要对整个大气污染 对于我们这个雾霾天啊 所以它的排放指数是严重超标 使得工厂周边多少平方公里 它的这个居住民都受到了相应的污染影响 那么还有一个是环保达标型企业 是标杆型企业 那它的生产啊 是可以造福周边百进 同样的两个产品 那你会选择谁 肯定以现在人员的这种素质来讲 大家更愿意去选择环保的达标的 对周边环境污染小的企业 那么一样的吧 一样的如果有些企业 人家专门聘同工 聘他是让比如说监狱的服刑人员 让他们来进行生产 那你想想对于保护主义来讲 他们是不愿意 很多这个顾客是不愿意去购买 是这样的一些生产者 去压榨他们的这些劳务 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啊 所以你看你如果是一个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 可以增强客户的忠诚度 可以吸引更多客户来买你的产品 而且也有助于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吧 一个企业是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 那我们可以认为这家企业是非常自私的 那么对于一些高端人才 高素质人才 那他们在选择就职企业的时候 就不仅仅是看你能给我报出多少 这个每月的工资啊 年薪啊 对吧 不仅仅是看钱了 那他更多的是要看看未来的发展潜力 以及对他自己的工作履历上 他的一个贡献水平 如果这家企业在业内名声极臭 他给你报的再高的价格 你在他那去干几年 对你的整个的这个就职的 我们说了这个工作在职的这种履历 经验来讲 不一定会有好的帮助 所以这些人才更愿意去参加到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 有在业界有良好生育的企业 而且有助于改善监管环境吧 你是一家 我们说了啊 一天到晚污染排放 对吧 一天到晚不顾劳工死活 像这样的一家企业 你监管机构对你能够放松监管吗 那肯定还会对你高度重视 而相反 你是一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 处处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 在考虑的 那当然你会 会增加你的相应的管理成本 但是 但是监管部门 会因为这个原因 去放低对你过度的一个观察 因为你没必要吧 你其他这项都做得非常好啊 那么同志第四项 有助于降低市场壁垒 其实现在在国际上啊 在国际上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评估办法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准则 如果你能够通过他的这样的一种准则 也就说来证明你是一家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的话 那么更容易被当地市场所认同 所以这是它的有利作用 四项啊 大家小心多选题 那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肯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它只是从这几个层面来解释 那我国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呢 有什么样的必要性 那首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啊 社会要发展 要有序进行 这个我们说要进步的话 当然就希望各个企业都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 同时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就是市场会做出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 而且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一样的吗 这就跟前面其实它的优点就贯穿来了 企业形象好了 你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才 你也能够维持跟客户的稳定关系 所以有利于它创造广阔的生存空间嘛 也有利于企业员工形成共同的企业价值观 保证企业正确的经营方向 是不是像这些条目啊 跟前面其实是贯穿 异曲同工之妙 把这些相应的优点 你看清楚就行了 来看一下模拟题 企业在遵守维护改善社会秩序 保护增加社会福利方面所承担的职责义务 属于企业的叫什么 这就叫做社会责任 直接说它的概念性内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小节内容 第四小节呢 针对工商企业管理 咱们整本教材就是在介绍工商企业管理 好嘞 那什么叫工商企业管理呢 把这个管理概念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然后工商企业管理 它的性质 它的职能 分别进行掌握 首先看一下什么叫工商企业管理 那我们从这个名称 字面上第一反应过来 哦 它一定是一个管理工作 对吧 那它是针对谁的管理啊 对工商企业的管理工作 那它具体包含哪一些呢 所以它是说在一定生产方式文化背景下 那么由企业的经理人员 经理机构 按照一定的原理原则方法 对企业的人财务信息这些要素 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 提高经济效益 实现引力目标活动的总称 所以在这里面进行 所说的这个部分 不就是进行管理的具体内容吗 所以工商企业管理 这个概念就是告诉你 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来进行的具体工作 谁呢 经理人 经理机构 在有一定的方式方法 那么还要有一些企业要素 对吧 对我们的人财务信息 这些要素进行管理 管理是什么内容呢 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 然后以使得企业能够获得经济效益 实现引力目标的一个活动总称 这就是工商企业管理的 它的一个含义 那么看一下 理解一下它背后的一些内容 我们说任何管理 都是在一定生产方式下进行的 也就是说 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条件下 所进行的 私有制 公有制 对吧 一定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 任何的管理都是在特定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背景下管理 既有管理的共性 又有不同的国情文化特殊性 这种管理也是正常的 那你想想 你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国家的话 那他们更多的是什么 追求资本聚上 资本聚上的话 那么他们的管理 在他们的人文背景下 就会更多的去关注 比如说他们会有工会 那么对于每个工人的工作时间 工作小时数 这个就有更加明确的一个规定 那你像在我国 那么在我国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生产时期 我们的经济在飞速发展时期 那肯定我们当时为了引进外资 那我们就会牺牲一部分的环境发展 然后我们国人的劳工工酬也会更便宜 就会低很多 每天为了得到那一点加工工资 那我们的劳工就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加班 对吧 我们以 比如说以前钱为目标 那么但更多的呢 还有现在一些希望国家在鼓吹 奥秘以这个享受生活为目标 所以不同的经济体制下面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化下面 既有管理的共性吧 又有国情文化的各种特殊性 那么企业管理是要依据一定的管理原理 原则和方法进行的 不是盲目的管理 而企业的管理 是一个非常深奥科学的管理方法 是一门学科 是需要好好去进行研究学习的 那企业管理的对象 它管谁 是企业中的人 财 物 还有我们的具体的工作 经济活动 这都是我们管理的对象 而且它是通过管理职能去实现的 那我们的管理是有步骤 来进行实现 要计划 要组织 要有统一的领导 要进行过程的控制 而且要不断的进行发展创新 以这样的一种活动过程来完成 而且企业管理的目的呢 是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这种经济效益又是不损害 不损害劳动员工 也不损害社会环境 对吧 不损害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来实现的 我们用尽可能少的投入 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 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那企业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绝不对 绝对不是一个静态的 只是一纸文书的一个描述 是不断的在衍生 不断的在进步的 所以要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 有针对性的方法和手段 不断进行调整变化的 那我们再来看 工商企业管理的基本性质 这个地方是需要大家熟悉的地方 基本性质 那管理有两重性 一方面有自然属性 那么就跟生产力发展水平 还有社会 劳动社会化程度 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 也有它的社会属性 就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 性质如何 这个地方呢 就把它的文字注意一下 可以出偏一点的选择题 那么生产过程的两重性 看一下 它是说生产过程决定的 企业管理的两重性 就是由生产过程两重性决定的 这不是企业的生存过程 生产过程 企业的生产过程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统一体 一方面是物资资料在生产 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在生产 好我们来看一下 工商企业管理的主要职能 主要职能这里面呢 它是可以针对标题性内容 来进行考核 那我编了一个口诀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种口诀呢 给大家提供一个记忆的思路 因为本身咱们这本教材 它还是更加针对这种 专业性的介绍 对吧 它是专业性的介绍 那毕竟跟咱们日常生活 还是有一定的区分 需要大家记忆的部分量 还是不少的 那我们大家在记这么多内容的时候 要有一些方式方法 比如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口诀法 那有这么多左一个标题 又一个标题 你怎么记呀 那你就可以记它的关键字词 想办法自己串联成口诀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记忆方式 你看一下本身这的 我们工商企业管理主要职能 七个职能 那你怎么来记呢 一共六个职能 怎么记呢 我就编了一个口诀 叫指控记组写警 指是我们后面的有指挥 控呢 就是控制啊 然后记就是计划 组呢 是组织 邪呢 就是协助 警就是我们说是那种 禁音字 激励职能 那你看计划职能 工商企业管理呢 它首先要有计划职能 你的管理一定是在既定制计划下 先要制定计划 是有方法有步骤的来实现计划的一个管理过程 所以你应该有自己的活动的目标和方针 你希望通过我们这个管理最终取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你得有未来的这个目标吧 然后来制定选择相应的方案 什么方案最可行 这个方案会产生多少费用 给我带来多少的产出 所以这都是要做出决策 所以我们要知道计划职能是企业管理的首要职能 特别是我们在后续相应不同的工商企业管理 一些具体管理工作内容的展开 那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工作 第一步要做的都是先做好计划 没有一家企业主啊 是上来拍脑门 说干就干 咱们就开始干起来 根本不管三千二十一 未来的结果是多少啊 需要多少成本呢 什么都不顾吗 这是肯定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 那同时这种企业管理是要有组织职能的 这个组织职能你要把不同的人 不同的物 不同的这种财力 要把它最佳组合 所以你看各项要素 各部门各个环节各方面 你都要把它合理的组织起来 才能让效率最大化对吧 产出最多化嘛 指挥职呢 就是对各级各类人员 你都要有序的进行领导 控制呢 控制其实在我们这说的控制啊 更多的理解为监督 我们有计划了 那你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我们就要随时检验 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实际操作 按照计划来达成 所以这就叫做控制 也就是监督啊 检查实际完成情况 如果不能完成计划 那我们就要查找原因 是计划安排的不合理 还是我们的具体生产过程中 出现问题 采取必要的对策了 协调职能呢 那我们就是调节各方面工作 要建立良好的相互配合 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还不行 你应该要跟其他部门相应配合 不发生重复矛盾 激励职能就更加是了 做的好的你得进行表扬嘛 对吧 激发鼓励大家实现目标 一起努力 来看一下模拟题啊 就容易这么考问你 企业工商企业管理主要职能是什么 指控技组协颈 技控机指 有没有惩这个字啊 指控技组协颈 没有惩戒职能 所以义不学 只是以这样一个口诀 给大家提一个记忆的思路 当然了 我们跟历年来学员的互动时候 就发现 很多学员特别有心意 一些相应的这种记忆部分 自己也找出了很多 有建设性的 这个有创造性的一些记忆方法 那这些口诀 因人而异 有些时候老师不方便 给出太多口诀 你说咱们整本脚材 说了那么多职能啊 说了那么多要记忆的部分 条条都是口诀 你光记口诀 你也记不过来了 所以呢 每个人的记忆 喜好不同 希望大家能够摸索 找到最适合自己 记忆的方法 好 那我们同学们先休息一下吧 一会儿回来 我们来继续讲解 第五节的相关内容 谢谢大家